今天以演示为主 让你们看一看这个正确的方式 然后我你按照我讲的 再去看着我做的 你们去对照一下 可以 你们去对照一下 是发你什么 测身半台不要不 那就测身就行了 行 就测身就行了 你看啊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你就找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单腿跳 单腿跳大家会吧 向后画半圆 拿脚蹭着地画 你的测身就撤开了 你看吧 然后落地以后 一定是在右前脚掌的 落地以后在右前脚掌的 你这样的话 你右腿去成立了 而且大家我记住 你在动步伐的时候 大家记住一点啊 不光是测身啊 你只要在动的时候 你蹭着地动 永远比你跳着动 要快 蹭着地动 永远要比你 跳着动要快 为啥 因为你你蹭着地动 你是主意贴着地这么过来的 你跳起来的话 你跟地有空间的话 你跳起来的空间 和你落下来的空间 这个时间都是你自己的时间 而且你跳的话 容易让你的重心出现起伏 你落地 你还要再调重心 你蹭着地动的同时 它第一 它什么 它不用浪费在空中的时间 第二 你蹭着地动完以后 你的重心是没有发生变化的 重心是稳的 它是平稳的 它是脚扎着地的 说得太好 你看吧 它是脚扎着地的 真的说得太好了 大家老是误区 是跳过来跳过去 是完全不对的 包括大家做成了连续拉的这种步法 你看大家有这种步法 有很多都是在蹦 太多了 太多了 你看 你看我整个动的话 不光是我侧身 我在空中跳起来 落下来 它这个时间看似很短 在打球当中 它就已经是浪费了好多时间了 这球是很快的 你这点时间浪费了 在打球里面 就已经是浪费很多时间了 越来吧 所以你跳得越高 我有很多看 打球是故意这么跳 那你这时间浪费的多 而且你会发现什么 你看我这么动 你看我的重心 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起伏 你的重心平稳了 你稳了 你看球 球在动 你稳了 你这样就好看 球在动 你在动 两个移动靶 你觉得它能好打着吗 好对着球吗 不光是你们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很多初级的小孩 业余教练去教也是老是跳 这个也是完全的错误啊 一般都是蹭着地是最好的 对 这个就相当于大家打枪一样 那个靶子放在那你好打 那个靶子动起来 你就不好打了 如果让你跑着打移动靶 你更不好打 就相当于你在乱动的时候 球也在动 你就没法打得着 你想练稳太难了 谁也练不稳 是方式是错的 方向也是错的 嗯 说太难了 你要让你最快的移动 然后最快的保持重心的稳定 你不要乱动 球动了 你这样看他 他动 你不动 你看我动的时候 我都是保持重心平衡 最快的 最快的方式 让脚立马着地 因为脚着地了 你整个身体才能稳 你脚在空中的时候 谁也稳不了 明白吧 说太好了 所以说 所以说 我们这样球动 我们保持平稳 哎 我看球就稳了 我重心平稳了 我视线也就平稳了 你想想你重心乱动 乱跳的时候 你的你的眼睛能能不动吗 脖着脖着不动 那个肌那个是吗 就身体动脖着不动 基本就是这样 你要做到这样 他也行 你要做到这样 他也行 对不对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让自己 先保持平稳 包括就算是 我们侧身动的时候 侧身动的时候 一定就是 我让自己 最快的时间 最快的时间 去动到位 然后要身体保持平衡 也就是脚蹭着地动 用脚蹭着地动 然后刚才教大家的方式 就是你以单腿跳的形式 往后画一个半圆 单腿跳的形式 往后画一个半圆 左脚作为辅助 什么辅助 我右脚这么跳完 我重心是不是在右腿 大家 是的 我重心是不是在右腿 对吧 脚同时那个时候 在落地 虚实着地 你的重心就在右腿 如果你左脚使劲 它可能就一半一半的 一半一半 你就没有地方使劲了 对 你看吧 左脚一定 你的腹腿一定是虚实着地 你必须让你的右腿 整个支撑 你上半身所有的重量 重量 所有的重量 所有的重心 必须压到你的右脚尖上 你这才叫右脚的 右脚 右脚的主腿 踩实踩地 如果你的左脚 也同时也在使劲 那就是相当于双腿 它没有一个地方 你只有往上蹬的力 你没法利用身体 这半侧的转动的力量 这个大家能不能听懂 大家能听懂的扣个仪 然后 就是我接着冯老师 给大家提醒一个小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去用右脚去侧的时候 转的时候一定记住是前脚掌 不要脚后跟 你脚后跟是侧不动的 一定是前脚掌压过来以后 然后蹬出去的感觉 你脚后跟侧过来以后 你中心永远是往后仰的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拿单腿我能拉你信吗 不信是吗 给你们试一下 我就拿右腿拉 我就拿右腿给你们暂时 刚才教你们的这个 这不还得压到左腿了 不拉完了吗 你不拉完 不拉完咋拉呀 不拉完不就这么出去了 就是这意思 你迫使自己 只用一条腿的时候 你的重心落地 你必然是在右腿主腿的 因为你就当作自己没左腿 你去练 太狠了 对太狠了 有点狠 但是确实是 你当自己没左腿的时候 你就迫使让自己 在动的时候 大家听好了 在动的时候 身体一定是什么 不是说我动到位就行 也不是说我转到位就行 你一定是让身体 往你的右边边动 边往右边去压 你的右肩 你的整个的腰这块 往这个右腿的这块去压 去压了转 明白吧 你才能做到我测完以后 是这个重心 再去瞄着球 你这个下拳 不管它多转 你都可以去拉它 你看吧 不管多转 你都可以去拉去冲它 因为你这个重心 你只要拉完以后 大家记住啊 有一点 第一 必须在你的主角的右脚尖上 不是右脚 就是你左手就是左脚 右手就是右脚 你的主角的脚尖上 第二 你的右腿保持着一个随时都能往起蹬的这个力量 在触球前 第三 右肩不能高于你的左肩 这个是大股 这是一定的 对 右肩 主肩不能高于你的腹肩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你把之前所有都做对了 如果你的主肩高于了你的腹肩 这个球是拉不了的 你身体全使不上劲了 大家看 我给你们做一个正确的和一个错误的 先做错误的吧 先做错误的 大家有很多人测完身以后是这样的 你看 而且他自己是不自知的 为什么 因为他在往下压的时候 他也在压右肩压右脚 没问题 压的时候没问题 但是在最后一下 你的左肩沉下来 右肩自然就 太多这样的了 非常多 我们很多球手用不上腰腿的力量 而且转腰转的不协调 都是因为你的主肩比你的腹肩要高 而且你们自己不知道 因为你们在做的时候 比如你看 我压右肩 压右边 重心一压 压完以后 对吧 压完以后 这都没问题 但是多做了一个什么动作 你看你的右肩立马 起来了 你起来以后 大家看一下 如果说你的主肩比腹肩高了 你的转腰就不是 横着向前转了 你看你横着向前转 你就拉地下去了 你只能是 走这个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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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腿就用不上力了 你看 你的身体是这样的 先的 就感觉往上翻 对 老师感觉蹭地 比蹭不动怎么办 也会有蹭不动 说明你没有脚尖 所以说 我跟大家讲 你们怎么能改正 你的主肩比你的腹肩 主肩比你的腹肩高的 这个问题呢 你把你的腹肩举起来 不让他参与到任何拉手的东西 就相当于打一个固定 打一个固定 然后你还是用着 刚才我教大家测身的方式 这个就别动了 你就不会让你的主肩比腹肩高 这别动 因为什么 因为大家普遍在蓄力的时候 身体会不留自己的使劲 使劲 你的左边这边 你为了整个压低重心 你压的不是重心 你压的是左肩 你这样对着球 就没法拉球 你肩是紧的 肩是架起来的 腰是转不了的 你看我 大家看我这样去转 我是不是腰是一个很顺畅的转出来 大家看我对着球 你看我腿一蹬一转 看见了吗 腿蹬一转 但我如果这样呢 你看你跟球 球是这个轨迹 你是这个轨迹 你看 你说你能摩擦得了吗 你能转得了腰吗 啥也干不了 就多了这一个动作 就把你完全整个身体的体系全部打乱了 所以说这个非常重要 你们千万别把这个不当回事 你不觉得就一个左肩 我跟你说 十个人里面 有六七个人都是有左肩问题的 而且他自己是不知道的 对 他以为自己在压 压身体压重心 重心压底 他压 他并不是 他压的是左肩 压的是负肩 回去大家呢 有摄像机之下来 自己录一下自己打球 看看 把自己拉球之前 那时候暂停一下 看有没有这个动作 如果有 就按照我说的方式 把你的副手举起来 不要让他参与任何拉手的事情 然后去光压右边就可以了 把你的右胯 在压腿的时候往回手 带着你的手拉开 就变成这样 你只要拉手 拉出这种造型 你的拉球一定是合理的 就是你看着这个 你看着我这个动作 浩哥你再喂一个 大家看一下 我不拉 你们看一下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看我这个拉手动作 你是不是就感觉 我要蓄力有蓄力 要空间有空间 你觉得我这种造型 对着球 球是这么过来的 我还可以往前赢 我有大把的时间 我还可以去转腰 空间很大 你觉得能拉上吗 对吧 你看我的拉手 你就觉得这时候能拉上 我们有的时候看比赛也是 在底下给队友加油的时候 队友一拉手 你就知道这球有了 对有时候队友一拉手 你就完了 你就觉得他要拉牛了 对吧 所以说拉手太关键了 拉手特别关键 不过外车 就受不了了 真的 了 对 你 我 感谢观看